在這個閨蜜跟化妝師都在場的這個房間裡面 陳建宗又打電話給他 然後又講了這些比較私密的話 所以這個又是另一個直接證據 還有其他的被害人也告訴法院 他也曾經被用同樣的方式 被陳建宗不管是強包或什麼方式 那法官也會認為 這個人可能有這樣子